凯丽 现在请睁开你的眼睛吧 哇 哦 这个是什么呢 凯丽 这些饮料新德拉全部都想喝 所以我全都买来了 哇 这个是什么呀 蓝莓牛奶 这个呢 这个是西瓜牛奶 雪花苏打 这个好像是那个哈密瓜冰淇淋的牛奶 我们快点开始喝吧 哦 我也想快点喝 我们眼前就有这个 我很好奇 好好奇啊 看介绍是青葡萄口味的 哇 小驴啊 小驴 这个是小驴啊 甚至还有这种小公仔 其他瓶会是有别的小公仔吗 因为这个盖子长得像杯子一样 所以这样倒出来和朋友们分享 来 一起干杯啦 啊 这个味道好熟悉啊 和这个特别相似 这个吗 不是 是这个 这个 朋友们你们都知道这个 这个是含有芦荟的 青葡萄饮料 和这个口味真的很像 因为我知道这种感觉 好的好的 真的是一模一样的 青葡萄啊 青葡萄 哇 既然会有这么相似的口味 这个已经介绍了 这个一会再介绍 但是凯莉现在很想喝牛奶 因为凯莉就是喝了很多牛奶 肚子才会这样沉沉的长上去的 喝牛奶的时候绝对不能少的 你知道这个是有机浓的吧 嗯 有机浓 但是这个太小真的太可爱了 好可爱哦 哦 太可爱了 这个牛奶呢 好像是为了小朋友们量身定做的牛奶 嗯 牛奶的感觉 嗯 嗯 原来是这种味道呀 很好奇 关于牛奶饮料的疑惑 全都解开了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里的汽水吧 刚刚你不是说想喝这个吗 雪花苏打 这个什么呢 这有一种那种味道 新德拉真的非常喜欢这个 从现在开始我就喜欢它了 哈哈哈 真的非常好喝 这个是新德拉 选的饮料 凯莉觉得这个最好喝 我们两个都有自己最喜欢的 嗯 噔噔 我们不是已经选出了最好喝的饮料了吗 我们在这种饮料中 再加上这里的某种饮料更好喝吧 好 那么 噔噔 我们将各种饮料混合在这个空杯子里 然后来品尝一下味道 凯莉首先 当然会加入自己最喜欢的饮料 接下来是 我活到现在还没有见过的哈密瓜养乐多 感到很好奇 所以现在我还要加入这个口味的养乐多 还有如果味道不错的话 再加入凯莉喜欢的清爽的碳酸饮料 首先混入这两个尝尝 然后再混入碳酸饮料尝尝 新德拉你呢 新德拉呢 嗯 先选这个 然后呢 我也喜欢粉色 所以我要多选粉色的 口味不选 只选颜色 嗯 哈哈 这个还有这个还有 还有一个呢 还有再放一个 果汁 这个是粉色的 四个 嗯 四瓶 我们将饮料混合在一起 尝尝看 首先哈密瓜牛奶倒这么多 然后是养乐多 因为养乐多的味道是比较重的 所以大概就加入牛奶三分之一左右的量 哦 你试试看 这个还是 就喝原味会比较好 嗯 哈哈 这好像失败了 我现在加入碳酸饮料试试 还好吗 舌头已经失去味觉了 哈哈哈哈 喝一下哦 哈哈 啊 哈哈 哈哈 凯莉的研发 失败 失败 我希望你能成功 嗯 你开始吧 首先是草莓牛奶 水蜜桃啊 汽水 哦 颜色 目前为止还都是相近的颜色 最后是水蜜桃 水蜜桃 OK 哦 颜色很漂亮嘛 呵呵呵 呵呵呵 哦 辛达拉觉得有点像豆腐 哈哈哈哈 我来尝尝看 嗯 好好喝哦 真的吗 嗯 朋友们也试试这个吧 草莓牛奶 水蜜桃汁 草莓汽水 水蜜桃汁 水蜜桃汁 哇哦 草莓汁正好喝哦 耶 哦 这也太好喝了吧 是吧 这就像市面上卖的饮料一样的味道 没错 哦 清达拉 看来你很厉害哦 呵呵 那么现在我们来制作 凯文露西 艾莉毛毛的饮料吧 哦 好主意 那么 再见 再见